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斯普拉肉汁給你飽滿多汁的小知識 就在剛剛斯普拉頓官方發布了全新一季的情報 2023春Fresh Season 真的是夠新鮮的啊 這一次更新的內容非常的驚人 迫不及待告訴大家 事不及時我們趕快開始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首先從3月1號開始更新的Fresh Season 其中包含了全新的SP特殊武器 新的派生武器 地圖以及技能裝備 首先先來介紹今天釋出的新SP特殊武器 帝王魷魚 變身成超巨大的魷魚或是章魚 來將對手撞到爆把 以跳躍來進行迴旋攻擊 雖然他的攻擊力不高 但是可以進行大範圍的攻擊 按下ZR鍵可以進行突擊 不過需要先進行蓄力 蓄力過後的攻擊可以將敵人一擊必殺 這邊也提供一下帝王由於變身前後的間隙比較大 變身後就會變成無敵狀態 感覺在完成之前可以先進行擊殺 接下來來介紹一下新的派生武器 斯普拉滾筒聯名 這次新的聯名款滾筒 搭載的副武器是跳躍信標 也就是俗稱的B控 SP特殊武器的部分不用想也知道 就是新的帝王由於 這一把感覺上會是在環境中強勢出現的一把滾筒 利用信標高速回到場中間 再搭配SP一舉突破 感覺上在強打 魚虎蛤蟊可以有一番大作為 最後是點96加倫裝飾 副武器搭載的是斯普拉防護牆 SP搭載的是帝王由於配有防護牆的點96 在二代的時候就出現過 現在三代的出現 遠程的強攻搭配防護牆 相信會是一個很討人厭的組合 射速緩慢容易被機動槍擊殺 所以搭配了帝王由於 隨時可以對近身武器的敵人做大範圍的夾殺 這把武器感覺上位者會有人玩得很可怕 目前官方釋出的影片得知情報的副武器SP就是這兩把 但其實從悉尼技的封面就可以看到 本次的更新其實還有 明顯可以看得出陸續還會推出這些派生的武器 不過我猜前期是搭配SP先介紹 後面一定也會有不同組合會推出 我們這邊也會陸續的將第一首消息搶先整理分享給大家 真的是太令人興奮了 DLC地帶在228的時候實裝 隔天馬上就是新一季行路的上市 現在就希望三月的時候聯盟系統也會上線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斯普拉肉汁 大家還有什麼不同的想法 歡迎留言分享給我們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的話 記得給我們讚 作為支持斯普拉肉汁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